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那红方刺局呢 自有妙手 第一步骑先平一步炮 静观起变 那事项不能动 老将呢又被困 只能拱足过河 这时候呢 红方又关注了抉择 红方中炉这个炮要始终占据这条内线 不能倒腾开来 因为一旦腾挪中炉的炮 黑方形成仰角式 红方双炮就彻底无杀 红方这边呢 应该先把炮推到过河的内线 那一发现在呢 有飞向或动足的变化 其实呢 都一样 红方其实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逼着黑方的竹过河 那如果黑方的竹偏不过河 我先飞向呢 怎么样 那红方呢 就摆炮过来 这时候呢 黑方即便 照样可以飞向走先骑 这里呢 不管是飞高向也好 落底向也罢 红方呢 把炮这么一 压 你会发现 你像是飞不起来的 是也打不开 老家不能动 就只能拱足过河 但是呢 如果刚才黑方呢 选择飞高向也一样 我还是呢 进不炮 现在黑方的向 落不动 还是得拱足过河 所以绕了一大圈 当红方即便选择退炮之后 黑方飞向 其实是很毫无意义的 所以他索性 直接拱足过河就行 那如何制服黑方这个过河足呢 成为关键 红方呢 还是选择摆炮 先不把中炮给退回来 磨刺黑方的足 那一发现飞向 毫无意义 只能让平足过来 红方退炮打足 黑方拱足下来 我就退炮抓足 你继续平足过来 我照样呢 退炮抓足 黑方破为无难 照样呢 只能把足拱下来 但是到了这一步起 红方千万不能大意 比如说 我先退炮 下一步退炮抓足怎么样 那一方的足就直接靠到勒线了 紧接着呢 只要足杖中牵扯着红方帅的发挥 你会发现 红方呢 压根无法用炮来抓足 因为这时候你会发现 红方的中炮无法逃离 中路的内线 如果随便摆边炮来推炮抓足 那人家呢 就随便撑个式 形成仰角式 这样一来呢 就算灭掉黑方的足 你双炮呢 也彻底无杀 所以红方这里呢 到了这个旁边 眼看黑方拱足的时候 要先上一步算 用算来当炮家用 当你平足过来 红方呢 就上算 形成千次这个局面 这样一来呢 局面就有所不同 黑方这一边呢 又当如何抉择 黑方这一边呢 一旦平足照将 红方呢 又开始应对 红方这里呢 现在一下算 黑方这里 又只能平足来拱足走先骑 但是呢 红方这一边呢 却有等招可走 这里呢 黑方肯定不能让这个足给拱下去 你再次平足 我就直接退炮了 你再次把足靠过来 我就平炮走一步斜 你现在一平足的话 我就上帅抓足 把黑方的足逼下来之后 再次退炮 你一平足靠过来 我又是平炮走等招 帅呢 不能离开这条列线 要罚这一方平向站中 那这里呢 一平足 我就下帅 黑方呢 没有选择 只能拱足下来 红方呢 这一边通过呢 退炮的一个手段 走弦骑的一个方式 边一方呢 动足走弦 一下算 就可以打掉黑方底边的足 那一发现呢 足一丢 破位无奈 就只能飞边向了 一飞飞向 红方呢 就平边炮 这时候呢 黑方呢 一飞高向 我禁止炮是沙奇 你这里呢 落底下 红方呢 这手直打黄龙 就是困杀必败 所以呢 此局呢 红方如果想要双炮取胜的话 赤斧黑方的当主有为关键 希望各位旗友有所借鉴 我们下一期不戒不上